大公報的社群認為 市民愈來愈不願意參與六四遊行 是支聯會和反對派回歸以來 死泡的抗中亂港立場和所做的好事 已經到了窮途末路 無論六四、七一、還是佔中 口號有不同 實質卻只有一個就是要抗拒中央 搞亂香港和破壞一國兩制 他們為什麼要六四遊行 如果真是為了中國民主 他們應該為了眼前國家的全面發展 和民主法治漸上軌道感到高興才對 《蘋果日報》的社群認為 中共領導人經歷了三代 從六四受益者江澤民、李鵬 到曾經勾起海內外 胡溫新政幻想的胡錦濤、溫家寶 再到正是製造中國夢的習近平、李克強 他們對六四的恐懼與日俱增 一個貪腐的獨裁政權 只能靠瘋狂鎮壓國內民眾的異議聲音 靠剝奪香港人的普選權力 以稍稍掩飾內心的恐懼 以苟然殘喘 又怎能逃避走向覆滅之路呢?